菲律宾大肆的炒作强拆黄岩岛屏障 又出动飞机是超低空的掠过中国海警船态度 可以说是嚣张至极 那对于菲律宾的做法 中方是直接的霸话挑明了 菲律宾肆无忌惮的挑衅中国 他们为什么执意要把事件闹大 对非方的恶劣做法 中国又做出了哪些反击呢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大家好这里是东东乞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在11年之前 这个菲律宾制造黄岩岛事件 随后又引发了所谓的南海仲裁案 使得中美海军的一度 在南海是发生军事对峙 然而菲律宾肆意挑衅中国 结果却是让中方获得了黄岩岛的实际控制权 南海局势的主动权 至此也牢牢的掌握在了咱们中国的手中 然而菲律宾显然没有吸取教训 时隔多年之后是又跑到黄岩岛惹失声飞 在9月22号的时候 菲律宾的渔政船是带着50多艘的渔船 试图强行的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 那么中国海警船将菲律宾的船只驱逐 并且设置了300米长的浮标 然而到了26号的时候 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声称 说他们按照非总统马克思的命令 强行拆除中方设置的屏障 菲律宾外交部同时也发表了声明 指责中方违反国际法 将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拆除中国设置在黄岩岛的设施 态度可以说那是嚣张至极 到了27号的时候 菲律宾居然是公然的出动公务机 对中国海警船实施挑衅 根据菲律宾媒体公布的视频 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出动了一架塞斯纳小型飞机 以超低空的方式逼近中国海警3105船等船只 最终是直接的飞掠而过 菲律宾的这种做法挑衅的意味非常的强烈 而且要知道就是飞机低空飞行是极其危险的一种做法 那一旦有操作不慎发生撞击的话 不仅飞方会击毁人亡 中国的海警船和海警人员也会受到伤害 使得中飞的争端会进一步的升级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 我个人认为菲律宾的一系列恶劣的行动充分的说明了 总统马克思就是要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对抗 而在这里边呢 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从飞方的举动来看 他们很明显想要挑逗这个中方人员 让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级 首先啊 无论是仁爱礁争端还是黄岩岛争端 这个菲律宾公务船都会载上多名的西方记者 那这目的很明显嘛 就是拍摄中国海警船所谓的欺压菲律宾船制的一手资料嘛 为了达到这个欺压的效果呢 菲律宾公务船甚至是给这个他们的渔船 免费还发放了六万升的柴油 还有一些杂物 鼓励他们冲撞咱们中国的海警船 其次呢 在争端爆发之后 这个菲律宾是完全不顾事实 竭力的制造舆论公式 把自己装扮为这个受害者 歇斯底里的指责中国行为粗暴 什么违反国际法 其三呢就是在此前的这个仁爱交争端当中 马克思是意识到事态炒作过火 会加剧菲律宾和中国爆发冲突的风险 因此呢 他是这个在费尽心思的想出了一套 所谓的新的打法 就是下令这个非军方不得介入南海失误 而是让菲律宾的渔政部门 还有海警部门去出面 带领着多艘这个菲律宾渔船在中国的岛礁调事 妄图呢用这种方式来侵蚀中国对于南海的实际控制权 我们必须要指出啊 就是对菲律宾的做法呢 中方出于这个南海稳定的考虑 一直保持着克制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 菲律宾曾经在黄烟岛海域 对中国平民可是使用过武力的 1999年的时候菲律宾海军的军舰追赶中国渔船 居然丧心病狂的使用机枪扫射 最后呢是把这个渔船直接给撞沉 船上的渔民被非法拘禁了多日 对中方的抗议和赔偿要求 非方也是置之不利 而值得注意的是啊 菲律宾当年就试图把这个军舰搁浅在黄烟岛 效仿他们在仁爱礁的做法 但是呢没有成功 到了2005年 菲律宾军方是公然的杀害了一名中国渔船的船长 所以由此可见菲律宾在南海对中国已经是犯下了累累的罪行 现在呢咱们中国综合势力非常强大 海警船的规模仅次于美国 菲律宾这边呢是惧怕中国的强大势力 所以就开始装这个什么受害者 卖惨卖可怜 不过呢马克思可以说机关算尽 中国却完全不吃他的一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明确的表示 中方将会继续坚定的维护黄烟岛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奉劝菲律宾不要 挑衅滋势 最后呢我想说的是啊 从菲律宾的言行其实可以看到 在南海事务上一味的忍让 不可能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 任何在主权问题上面的让步 只会被对方视为软弱可气 甚至呢还让他们变本加厉的挑衅 故意的引发恶劣后果 所以啊在这个南海事务上啊 中方不再忍让 上一次黄烟岛争端 中方呢直接拿回岛礁的这个实际控制权 掌握了南海局势的主导权 这一次我觉得啊 中方要考虑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了 外交部发言人的话呢 其实就是对菲律宾的最后的警告 你看此前啊 中国海军在亚太海域 进行大规模的穿插迂回行动啊 是直接的瓦解了 美国想要在黄海 举行大规模军演的意图 那现在呢 中方也需要在南海 进行类似的行动 彻底的击碎菲律宾 借美国力量挑衅获利的企图 在必要的时刻 中方需要采取更强力的手段 让菲律宾呢 不敢再肆意妄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会